好 同学们 老师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知不知道有大小月之说 知道 那么我们说大月是多少天 31天 那小月呢 30天 30天 那有一年12个月 有几个月是大月 有几个月是小月 能够数得清吗 我给你个手吧 是 是什么事啊 给你个手怎么数啊 一月大 二月小 三月大 可以数一下我们手指头上这个 小股包 对不对 这样数 一月大 二月小 三月大 四月小 五月大 六月小 七月大 八月大 九月小 十月大 十月小 十二月大 对不对 这是最简单的办法 你只要长了一只手 是不是就可以数得出来 对吧 小孟林又说 老师这个手指头也得拥有一下 对吧 好了啊 大姐 这样能记住了吧 老师还有一句口诀 叫做一三五七八斯拉 三十一天永不差 把这个背手也行 好了 来一起看一看我们这道理器 二零一年的六月一号是星期四 下一个星期四是几号 林某林口答 六月八号 为啥 因为一个星期有七天 一个星期有七天 从这周四到下周四要经过 七天 七天 所以呢 一号加七天 是不是应该是六月八号 这个 太简单了 第二个问题 二零一年的七月一号是星期五 那么从这天开始第三个周日是几号 第五个周三是几号 这要了命了吧 别着急 慢慢来 数数会数吗 会 数数会数 对吧 这是七月一号是星期五 咱们说七月一号是星期五的话 它让我们找的第一个问题是 第三个周日 第三个周日 第三个周日先别着急数 第一个周日是几号能数出来吗 能 往后加几天 加两天 往后加两天是不是就可以了 七月一号 加两天 这样的话就转到了 七月三号 我知道 七月三号 是不是就应该转到了礼拜天了 是 而且是第一个礼拜天 对不对 对 好了 那这样的话就到了周日了 这时候该我们的屏幕前的同学们回答了 从这个周日到第三个周日需要多少天 十四天 好 我们的灵灵同学想答了 是不是应该是十四天 千万不能再说二十一天了 经历了两个周 应该是 十四天 好了 那你来看 从七月一号加二加四 一共加了 十六 应该是几号了 十八号 怎么加到十八号去了 那十七号 加错数了 应该是 七月十七日 对不对 或者叫做七月十七号 第一个是出来了 这个还可以 不是特别难 那看第二个 第五个周三是几号 咱们刚才做他的时候 是先找了谁 先找了周日 是先找了一个周日 那咱们这个也找一找 先找第一个周三 咱们今天是礼拜几 今天是礼拜五 今天七月一号是礼拜五 是在这呢 好 礼拜五 那么咱们找第一个周三 来 快数一数 要过几天 一天 两天 三天 四天 五天 到第一个周三 是不是要五天 那这样的话就应该是 七月一号 加五天 好了 到这是第一个周三了 再往下找 找到第五个周三 会找吗 会 需要多少天 二十八 从现在开始需要多少天 二十八天 因为从这个周三 到第五个周三 中间只有几个星期 四个 非常好 中间只有四个星期 每个星期是七天 四个星期就应该是 二十八天 那你来看吧 七月一号加五 应该是七月 七月六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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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二十八天 那是不是七月三十四号呢 不是 不是七月三十四号吗 七月只有三十一天 咱们知道 一三五七八十了 七是大月 三十一天 三十一天 是不是只有三十一天 对 那多出来那三十一天 跑哪去了 跑八月去了 所以应该是八月 三号 好了 那这个题是不是就出来了 我们来看一看 七月一号 加五天 加二十八天 应该最终等于八月三号 其中我们是不是要 把多的那三天 归到八月份去 那这个题我们讲完了 我们要同学们来总结总结了 刚才做这道题目的时候 我们注意到了几个事情 比如说 为什么要先加这个二 我们请林的同学回答一下 为什么要先加那个二 是因为要变成星期天 我要先找到第一个星期天 这事就好办多了 因为再往下找 说每七天出现一个 每七天出现一个 这是第一个问题 先找到第一个 第一个周日 第二个 第二个就是我们小孟林同学 一开始在第一的时候犯了一个错误 还记得是哪个错误吗 三个星期日 二十一天 三个星期日 从第一个星期日到第三个星期日 一共需要多少天 十四天 因为它中间只经过了两周 对不对 好了 我们做这道题 只要注意到 圈一和圈二 这两条 那么这个题你一定会做对的 OK 把这两条记到你的讲义上 好吗 好 那如果你没记住的 按住暂停把它记完 如果你记完的 最后记下老师这句小口诀 一三五七八四了 三十一天 永不差 OK 你都记完了 那么我相信 我们所有的日期问题 你都可以搞定了 好了 那接下来 再看我们日历 就先从第一个星期中 要放得完